正在 正在縫位 這是肚子 對 在肚子裡面 現在是在肚子裡面 你用內視器去拿這個針 然後它現在就是要你縫這個 然後打劫 對 調整路針的角度 好 對 對 然後再這樣子 轉 轉 好 可以縫上來 轉 伸進去一點 前後左右來回操控搖桿 內視鏡畫面的手術器械 馬上跟著移動 從畫面看彷彿真的在開刀 不過這裡不是手術室 而是台達醫院的外科醫師休息室 在衛科主任陳金鑫的帶領下 年輕醫師透過模擬器 不用進開刀房也能練手術 過程看起來就像在打電玩 手感卻相當真實 連內臟影像都很逼真 它我有一個感覺有沒有 它有回饋 它有力回饋 對 假 假 假 前進後退 對 你可能剃耳了 再一次 對 不容易嗎 不容易 可能要再往內一點點 對 有 有 有 縫到了 終於縫到了 再可以打結了 對 對 對 你現在要打第一個 第一次 這一台差不多將近六百萬 它有很多個不同的課程 最早的時候我們就是說 老師就帶著學生 直接在病人身上 現在就有很多的這種 模擬的器械 機器上模擬 老師覺得你程度差不多了 我才開始讓你來進入 病人的手術的訓練 砸下好幾百萬 導入高科技模擬儀器 從基本的縫合電燒到進階腫瘤切除 大大小小的手術都能用它訓練 複雜性比較高 病人的供病比較多的 開刀就需要更小心更謹慎 那難度也更高 它最長的時間當然是有超過十二個小時的 就是連續要開十二個小時的刀 我們在開刀房的時間很多 所以總加起來的工作時間就會非常的長 在AI的助攻下短時間內就能達到訓練效果 也能減少住院醫師值班時間與壓力 成績性還進一步跟台大教授合作開發 元宇宙手術模擬平台 透過3D虛擬實境不只訓練新手 跨科或是跟病患討論也更方便 好走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那個病人 昨天手術的不曉得情況好不好 坦言過去外科醫師得靠不斷實戰累積經驗 不只訓練時間比其他科長 醫師還可能得面臨醫療糾紛 救你的命我要考慮到說萬一開完刀之後 你半身不遂還是被拒斷一條腿 你就要來告我了 在這樣子訴訟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經歷 非常的痛苦 對你來講每天都是壓力 時間長壓力大讓外科不斷爆出出走潮 留向收入更高的整型外科或是不需要負擔手術壓力的其他科別 助援醫師的圈寧大概就是五年到六年 比較常見的是一二年他們就會發現這條路不是他們想走的 大概剩六成吧 台大皮膚科不過只有要收三位助援醫師 結果來了四個醫學系第一名的人要來申請 大家都去選擇一些可以開業的科 而不是來選擇這些極重症 積極改善環境 提高外科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除了引進AI 元宇宙 這間休息室 飲料 泡麵 餅乾也無限供應 而透過智慧科技改善人力荒的還有這裡 現在我要幫你戴一下眼鏡 你有看到畫面了嗎 有 有 有 很清楚 好 那我要幫你申請 日間照顧據點的長輩們戴上VR裝置 操作起來一點也不陌生 有很多盆在對不對 有 右下方有沒有看到有三種顏色的種子 用線對準 然後實質按住 長康大學職能治療系的團隊 研發出這一套系統 結合VR虛擬實境 建立長輩熟悉的園藝情境 讓長者透過不種或是採收等 勝利其境的遊戲來訓練認知 記憶力跟體力 這套軟體我們放在醫院的精神科裡面 我們也有拿去試制中心 透過了這八週訓練 長輩他們不管是在注意力 然後在視覺空間的能力 還有在一些比較高階的認知能力 可以像指形功能上面 他們都有一個顯著的進步 過去失智長者的訓練或是部件 往往得透過桌遊或2D教具 但專家研究 VR影像能結合氣味等多元感官刺激 提供更沉浸式的環境 當然是有點難度 可是會覺得有樂趣 會覺得很好奇 然後會覺得說我還想再玩 桌遊或是麻將也是都有稍微在動 只是說跟我們這個VR還是不太一樣 有時候也是有訓練到會不會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要動 接受度比我想像中高很多 除了動頭腦的成就感 然後更多是有用到新的科技的成就感 就是他們說那既然是VR 那我們就有跟年輕人接軌 現在學生也能透過VR 模擬長輩或病人的感覺 在治療或照顧方案上 能設計出更個人化的內容 尤其長照人力長期不足 透過科技進行治療 對年輕人來說更有趣 治療效果也能展現在科技上 之前在疫情的時候 學生他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去到社區據點 去跟長輩直接做一些互動 當我們這套VR研發出來之後 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可以遠端接受長輩的一些回饋 我想這也是一個遠距醫療的 一個很棒的一個開端 我覺得新的科技還是有方便的地方 比如說它可以給長輩立即的回饋 比如做題目有沒有正確 目前也有開發團隊用VR 來協助恐慌症患者改善壓力 在AI智慧的浪潮下 人工智慧在各行各業無所不在 或許不久的將來 AI醫生也會開始出現在你我身邊